这里是平阳省土龙布市场前的停车场 人山人海 一起来扫街感受一下越南的野味吧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 就是恭喜恭喜 山川异域 捧月普天 越南同样也有过农历新年的习俗 年节枪劲 越南各个地区也开始是范围过 走着走着 一位美女驾驶重行机车哭笑而过 正让众人觉得牛逼哄哄的时候 突然 现场阴雨一慢 美女的摩托车爆了 还好最后没有烧起来 祝福美女新年换新车 进到土龙布市场建筑主体里面 看看 二楼部分大部分的商户都关门 感觉很破旧阴森 像鬼屋一样 市场房的老房子 具有巴洛克市的风格 门牌书写着中文的老字号 在以前应该都是当地很有条件的人家 还把房子盖得这么精致 这种风格跟台湾的七楼老街有点相像 这条年货大街 卖春节装饰品 首饰 衣服 鞋子为主 糖果 瓜子 干货反而比较少 不像中国人的年货大街 吃的东西比较多 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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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